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台湾历史与文化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四讲 日治时期的殖民体制 那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亚洲国家 而台湾是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 究竟日本是要如何定位台湾 如何统治呢 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今天要让同学知道说 日本它统治台湾的政策 还有它总督的权利跟六三法 它如何利用警察跟保甲制度 对台湾社会的控制 接着我们还要知道说 它殖民统治的特色 在哪儿 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谈到 日本的民政长官 也就是对台湾贡献最大的后腾新平 他是如何的彻底的压制 武装抗日的自台三册 是怎么实施的 然后呢我们谈到后腾新平 他对台湾的基础调查和近代化建设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对后腾新平呢 做一个历史的评价了 那我们都知道说日本呢 它在欧美强权的压力之下 当它拥有台湾的时候 它仍然是受到不平等条约的舒服 那欧美各国他们都在观察 一个几乎要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 它有什么能耐来经营台湾这个殖民地呢 那个时候呢 日本它有两派的意见 一派是说把台湾比照琉球 把台湾纳入日本的版图了 可是另外一派呢 他认为说我们应该彻底来学习西方的内墙 然后把台湾当作殖民地 最后呢就在日本的首相 伊藤博文的主导之下 他说台湾的语言文化 风俗习惯跟日本都不一样 而台湾又跟日本距离相当的遥远 所以他说可以先实施一个 过渡性的特殊统治 那这种特殊的统治呢 就是把台湾委任 总督他以绝对的威权的方式来统治台湾 所以简单的说呢 他们就是先把台湾跟日本 实施一国两制的方式 那台湾人呢 他没有办法享受日本宪法的保障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总督呢 他的权利是来自法律的第63号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三法 六三法呢 让台湾人非常痛恨 都把它叫做是恶法 为什么呢 因为依照六三法 总督呢 他有律令制定权 跟紧急命令权 那因为呢 早期日本统治台湾的总督 都是由军人来当 所以呢 他就确立了 总督就拥有了行政 立法 司法 军事 这么大的权力了 那总督呢 他权力在握 就有如台湾的土皇帝一般了 因为你知道说 纵使呢 日本天皇 他也没有独立行使立法权 甚至他也不能随便发动紧急命令 他发动紧急命令的时候 必须经过议会的追认才可以的 那呢 六三法 其实刚开始制定的时候 被界定为过渡法 也就是说 以三年的时间呢 来 就是三年为期 然后三年后再来 检讨跟修正 可是呢 当三年时间满的时候呢 他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不断地被延期 直到了1921年的时候 日本议会通过了法律第三号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法三号 说台湾的总督呢 在特殊必要的情况 才能制定法律 可是呢 其实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之间 总督他专制独裁的体制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比如我们来看 1919年建造成的总督府 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府 我们从他的整个建筑结构 可以看出那种威权的特征 那距离总督府 一步没有几步 直远的总督府的官邸 就是现在的台北宾馆了 那以为抗日失败以后 台湾的第一任总督 华山之际 他宣布说 全岛西域平定 其实那只是一个假象 因为一个月后呢 在台湾的北部呢 又有一军展开了 第二期的抗日了 这第二期的抗日呢 他的代表人物 就有检大师 林少猫 柯铁府 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里面呢 都有师啦 府啦 猫啦 所以他们就被叫做 抗日三盟 他们打的口号是 克服台湾 效忠 清廷 那当时日本呢 他占领台湾的都只是都市 那在乡下跟山区 这些抗日的异军 他们就风起云涌 前谱后继的 起来反抗了 那总督府呢 他除了镇压以外 他束手无策了 所以呢 接收台湾的时候 总督府呢 最棘手的就是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抗日的武装力量 另外一个呢 就是疫病的流行了 因为呢 台湾三年密布 然后向来就是张力之地了 你翻开当时 台湾的报纸 你可以看到说 它的标题啦 到处就是有所谓的鼠疫啦 瘧疾啦 伤寒啦 祸乱啦 这些疾病流传的消息了 那呢 日本人把台湾叫做鬼界之岛 他们认为说 只有不爱惜生命的人 他才会去台湾的 尤其呢 日本一进入台湾 台湾就爆发了 非常可怕的鼠疫的疫情 那这个鼠疫呢 最早是在台南的安平 被检疫出来的 然后从台北蔓延开来 死掉了一千多人 那在来源不明的情况之下 很多台湾的民众就认为说 这个鼠疫呢 就是由日本人带进来的 所以更加深了 对日本的敌意了 所以呢 面对岛内 恶劣的卫生环境 还有盘踞在各地的抗日 被日本叫做 所谓的土匪 匪徒的武装反抗力量 日本在台湾的第三任总督 叫做乃木西典 他本人呢 就曾经在台湾感染瘧疾了 他的母亲也因为呢 瘧疾 他就长眠在台湾了 那他谈到治理台湾的困境的时候 他说过 说日本拥有台湾哦 就像娇花子 讨到了马匹一般 既养不起 也不会骑 这样下去 只有被咬跟被踢了 所以从1895到1898这三年 我们称为日本制裁的受难时期 他们总共换了三任的总督 然后呢 军费非常的耗缓 造成了日本很严重的财政负担 甚至当时日本国会也掀起了 一亿日元卖却台湾论 他们说台湾既然这么难统治 干脆把一亿元就卖给法国好了 那这种情形呢 一直要到1898年 也就是第四任的总督 而玉岩太郎跟民政长官 后腾新平他们就任以后 才整个有所改变了 那而玉岩太郎 他本身呢 在日本国内也兼有要职 所以他在台湾 可以说是一个缺席的总督 所有台湾的所有事务 他都交给只有42岁的民政长官 后腾新平来处理 那后腾新平呢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他是影响台湾最大的一个人了 他也奠定了日本统治台湾 非常坚固的基础了 那他是一个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了 他来台湾之前 曾经当过日本内务省的卫生局长了 所以他认为说 治国如治病 要先诊断以后再下药方 他提出了所谓的生物学原则 他说呢 一个社会的习惯和制度 是长久以来因应需要而形成的 那有它存在的理由 你不能随便改他 他说日本绝对不能把他成功的经验 套在台湾人民的身上 他就用笔木鱼做比喻 他说笔木鱼 他的两只眼睛是长在一边的 如果你硬把他的眼睛 在他各一边的时候 那他就违反了生物学的原理了 所以他在台湾有八年又八个月 他的施政方针就决定 秉持着生物学的原则 采取用渐进的方式来统治台湾 这个渐进的方式 其实又叫做无方针的自台政策 因为他会看现实的需要 然后来随机应变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日本他是如何以少数人 来统治台湾多数的人民 后登新平他就决定 把警察组织加以扩大 他在台湾的每一个地方 都是派出所 所以我们现在的派出所 就是允许那个时候而来的 他让警察遍布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警察的权力很大 他常常拿着鞭子 然后干涉到人民的日常生活的 比如说走路要靠右边靠左边 然后不能随便吐痰 醒鼻涕之类的 然后他也握有生死 语夺的大权 那一般台湾人 他就把警察叫做大人 他的威权可以从 如果小孩哭闹的时候 妈妈就可以跟小孩说 你再哭 你再哭 大人就来跟他哭去 那可以达到恐吓的效果 就可以知道台湾人对警察的恐惧 会让哭泣的小孩 沉默这样子的地步了 那在1901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整个台湾警察有5,675个人 派出所有930个 那个时候台湾的总人口 也只不过是300万 所以平均一个警察就管了547个人了 那台湾就被叫做警察国家 那我们来看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海报 这个海报是日本它一个宣传的海报 它用牵手观音菩萨的形象 来教育台湾民众警察角色的重要性 那很有趣的 警察背后伸出了好几只手 每一只手代表的就是警察的一个业务了 我们从图片我们可以看出来 警察还要做疾病的预防 原住民的受产 急难救助 还有刑事案件的争气 交通指挥 还有我们现在很难以想象的思想的取缔 也是属于他的工作的了 那后腾新平除了让台湾成为一个警察之导之外 他也颁布了一个保甲条例 这个保甲法我想同学都知道 我们从郑成功一直到清朝 他都已经存在的一个地方的自卫组织了 那后腾新平他就把实负编成一甲 把实甲编成一保 那甲会产生甲长保 会产生保证 那是由各副他们推选出来的 经过地方官认可就可以了 他的任期两年 没有薪水的 是一个荣誉值 可是你可以知道 总督府会把烟草 鸦片 还有一些产业投资的一些利权 给他当为酬庸 那为了节省经费 所以甲长跟保证 他是没有办公室的 是在他们的家当办公室 那所有的费用是由各副民众 他们平均分担了 那这个保甲制度 最主要的就是说 如果你这一甲 这一保里面 有人常逆抗日分子 他行连作法 这一保 这一甲里面 如果有人犯罪 没有检举的话 就要整个保 整个甲的人 都要受到了千年 他就鼓励人民 他们互相监视 互相密告 然后作为警察的手脚跟耳目了 尤其在人口普查 跟副籍制度建立以后 保甲制度的功能 更进一步地发挥了 他可以从各保各甲中 选出17岁到40岁 那种身体强壮 行为端正的人 组成了所谓的壮丁团 他们直接由警察指挥 他们协助警察 镇压武装抗日的势力 还防范灾害 所以保甲它本身是静态的 可是壮丁团 它本身是动态的了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到了 你可以知道说 所谓的殖民体制 它事实上就是 警察加总督加警察 加保甲制度而行的 那他就用这三种改变了 亲自时期那种组织松散 控制力薄弱的那种面貌了 那大权在握的总督 就成为统治台湾的 整个中枢主脑了 他的政令就借着 警察跟保甲制度 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了 由上而下 形成非常严密的控制系统 那台湾就在这样子的 统治方式之下 就有一个泄斗频繁的地区 成为治安良好的社会了 几乎达到了 夜不避赴的状态了 那总督警察保甲制度 就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特色了 那后等新平呢 他也发现到说 台湾人呢 有三个性格上的弱点 这三个性格上的弱点呢 第一个他说台湾人怕死 所以你可以用高压的手段 来加以威吓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台湾人爱钱 所以可以用小钱来加以利用 第三个呢 台湾人重面子 可以用虚名加以笼络了 那他就巧妙的 在这三个性格上的弱点 就制定了所谓的自台三策 这自台三策呢 其实就是高压跟怀柔政策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唐仪跟鞭子的两手政策了 这两手政策呢 奠定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 很稳定成功的基础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他这个唐仪跟鞭子的自台三策 首先呢 后等新平呢 他为了报复抗日的这些武装力量 所以他就发布了匪徒刑法令 这个匪徒刑法令 他竟然规定说 不论任何目的为何 还是结合多数人 以暴行或者胁迫的手段 打起目的者都视为匪徒 甚至你只要反抗官吏或军队 就要处以死刑 甚至你毁坏了交通设施和标志 使往来产生危险 也要处以死刑 所以这个匪徒刑法令 可以说是台湾政治史上 最令人惊心胆破的一个法令了 你知道他的严苛 动不动处以死刑 所以人家说 这个刑法有如秋霜丽日 真的达到了威嚇的效果 比如说他实施了四年到1902年 因为触犯匪徒刑法令 被处使的你猜有多少人 有一万两千人 那他一方面用这种来镇压 一方面他又利用各地的抗日势力 已经长期的孤军奋斗了 粮食子弹缺乏的情况之下 他接着发布一个叫做匪徒招降册 这个匪徒招降册 他就是说利用地方有利人士 他出面来跟他们谈判 说如果你投降的话 那既往不救 而且政府会提供你创业基金 或者给你就业的机会了 所以每次等他们投降的时候 后登新平就会举行 很隆重的归顺仪式 向同学看图片就知道了 那为了防止他们再犯 他也会把这些归顺的人 把它照相 然后登录他的姓名了 那他要实施这个 毁图招降册的时候 后登新平很聪明 他把所有抗日的领袖 他整个观察结果 他发现有一个人 他不是地方脚头出身的 他曾经当过清朝的官吏 那个人叫做陈秋菊 所以他就派了地方有利人士 入山作为祥导 然后入山请他投降 结果陈秋菊 他就交出了1235个人的名册了 而后登新平回报他的就是 2万元的道路建设资金 那你知道说我们现在 九湾十八拐的北宜公路 就是陈秋菊利用这2万元的道路建设资金 建造成的 那你知道这种招降策略 造成了一箭双雕的后果 最主要的是说 他让每个投降的人都有工作 而且有收入 他们就不会再反日了 那你知道他们所开发的道路 大部分就是在他们过去所盘踞的山区了 有人说他们自觉坟墓 因为他把路开好了以后 如果他往后敢反抗日本 日本就把这条路当作讨伐道路 就很迅速的就可以把它们平定了 所以后人心平他就用这种方式 一方面招降抗日的势力 一方面我们像支支网一般密密麻麻的公路系统 就这样子的建造完成了 那也用着这一种 堂仪跟鞭子的两面的政策之下 抗日的行动真的有效的被制止住了 到1902年 最后一个归顺的人就是林少猫了 当他在非常隆重的归顺仪式中 结果后腾先平用埋伏的军队 把他们全部杀死了 而第二期的抗日就这样子的结束了 而且真的达到了效果 因为以后有五年的时间 所有抗日活动是销声匿迹了 那到1907年才开始有所谓的第三期的抗日 这第三期的抗日最主要的 已经不是想恢复清朝了 而是说日本在台湾 从事很多的经济建设 结果你可以知道 让很多的土地被征收了 很多人的利益受到了冲击了 所以他们就起来反抗了 那在第三集中 就以1915年的西莱安事件 是最有名的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看看西莱安事件 西莱安事件是由于清芳还有罗俊 江定 他们三个人 共要组成一个叫做大明慈悲国 他说日本因为这一年是1915年 他说日本统治台湾20年 期术已经结束了 所以于清芳他说受到台南市 西莱安王爷的神事 要他担任台湾人的皇帝 所以他就假借神佛的名义 宣扬抗日的思想了 那1915年 于清芳率重去攻打 交八年的派出所 交八年就在现在的台南县玉井乡 那双方在激烈的战争中 死伤就达到了五六千人 然后你知道总共有两千多人被逮捕了 其中有八百六十六个人被判处死刑 这个判决在日本造成很大的震撼 因为很少说那么残酷到 有那么多人被判处死刑的 后来因为大政天皇及魏大典 就把他特赦了 全部除了95个已经被杀的以外 其他的就减刑成为无奇徒刑了 那这个时候你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来 被捕的这些民众 他们被押解到法庭审判的时候 头上都带着那种造纸 可见的已经进入了一个法治的社会 有经过了审判 那这个西莱安事件 我们又把它叫做交八年事件 又把它叫做于清芳事件 那他是日治时代台湾人最后一次 也是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日行动了 从这件事情就显示说 日本统治台湾的20年后 他对台湾的殖民控制已经完成了 他可以有效地统治台湾了 而台湾民众也经过了教育普及 加上世界思潮的影响 他们放弃用武力来抗日了 他们试着在体制内用合法的抗争 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了 所以在1920年以后 台湾就有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产生了 那我们再会下一个讲词中会来提到这些社会运动 那我们就来看看 后登辛平他在这八年内 他在台湾是如何奠定日本统治台湾的基础呢 因为他是医生出身 所以他首先要整顿台湾的医疗跟卫生环境 他希望把台湾建设成为一个很适合日本人居住的地方 能够吸引日本人大批移民来 所以他就从日本请了很多的防疫专家来 然后进行全岛性的预防注射 消毒隔离 然后接种疫苗 结果真的非常有效的防治了这些传染病了 也降低了死亡率 你知道1906年的时候 台湾平均寿命只不过是27岁 可是到了1940年 我们男生的平均寿命已经到41 女生已经到45岁了 那后登辛平也从日本拿带了100多个医生来台湾 他从事医疗工作 然后在台湾各地设卫生所 直到现在我们的卫生所都还存在着 然后他也设立了台湾总督府医学校 这就是台大医院的前身了 培养了很多的医护人员 甚至为了改变台湾的卫生环境 他也开始有自来水跟下水道的建设了 同学一定很好奇 当滴滴自来水 他自认台湾这块土地之前 台湾人到底喝什么 我们有人喝井水 河水 或者是池塘里面的水 或者是山谷里面的水 那因为不符合卫生的 饮水卫生的要求 所以后登辛平请了英国的济师 然后他开始为台湾来接自来水 台湾最早的有自来水的地方 不是台北欧 是在淡水 他甚至也仿法国巴黎的那种下水道的设计 用钢筋水泥 然后建了从台北到万华之间的下水道 这两个设施在日本没有普及的时候 台湾已经有自来水 甚至我们的下水道还是亚洲第一的 它终于改变了台湾的饮水卫生含颈了 而且它也在台湾从事了很多的调查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土地的调查了 它的土地调查包含着有所谓的地基调查 三角测量跟地形测量 它用非常新的三角的测量技术 然后完成了台湾非常正确的地图了 这些调查的结果直到现在 都是我们还在参考的资料 然后也清查出很多的饮田 增加了很多的税收 谈到了清查出饮田 就可以知道说清朝我们不是说过了吗 它的土地制度非常粉乱 我们说一头牛剥两层皮 有土地是一个主人的 有土地是两个主人的 那后腾新品 他就决定办理地基调查 你如果能够拿出证据来 证明这土地是你的时候 那他们经过登记以后就给你了 然后你可以知道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拿出来登记的 就成为国家所有 他们会把用比较便宜的价钱 卖给日本的退休的官吏 或者资本家 另外你可以知道说 后腾新品他后来就用公债给大租傅 要他把土地所有权转给小租傅 他终于确定了 刘明川那个时候想改革 没有改革成的 一田一组的这种土地制度了 他是首次让台湾人觉得 有一个政府用法令 保障人民的土地所有权 然后他也做了林野调查 你也知道林野占台湾面积的70% 所以他在林野调查中 可以开发出很多丰富的资源 尤其原住民大部分都住在林野之中了 他冒着被撒头的危险 对原住民加以研究分类 然后他也从事了户口调查 你看这个图片上的户口名簿 很好玩 他们在户口调查部里面 还有调查 你是不是有吸鸭片 你是不是有残竹 然后他确定地掌握了 台湾总人口数有304万人 他也做了救贯调查 然后这些民俗 风俗习惯这一些 就成为总督立法跟市政的参考了 甚至后任新平 他也把我们的壁字跟杜亮恒统一了 因为早期台湾的壁字 有一百多种 有自己钱庄发行的纸币 有清朝的 有外国的 有日本的 所以总督府就设立了 第一个现代化的金融机构 叫做朱氏会社台湾银行 也发行了纸币 那个纸币叫台湾银行券 统一了货币 也把混乱的杜亮恒统一了 大大的注意我们贡商业的发展 那后任新平被批判最多的 就是钻卖制度了 他把日常生活必须的 比如鸦片 蟑腦 烟草 盐 酒精 实施专卖了 他设了一个专卖局 就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烟酒供卖局 在南昌路跟爱国西路的交界 也就在台北这个地方 那钻卖局的旁边就有自章脑场 我们还可以让那个大烟囱 从图片上可以看出来 那也因为钻卖制度 所以到1905年的时候 总督府他的财政 已经可以自给自主了 不必由日本来攻击了 那钻卖占总督府财政收入的60%以上了 那在专卖的产品中 有一个最具有争议性的 就是鸦片了 这个鸦片它不是生活必需品 在日本国内是被严格禁止的 甚至卖鸦片的人是要处以死刑的 后人新平他不但没有禁止台湾人吸鸦片 反而把鸦片列入了专卖 他的理由是说 台湾吸食鸦片的人太多了 因已难解 如果你一时把他们禁止的话 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安 所以我们想其实高额利润的考量 应该是最主要的了 所以后人新平他后来也因为在台湾 实施鸦片专卖 他获得日本天皇给他二等虚入勋章 他让台湾人吸毒 日本获暴力 他赢得了勋章 我们觉得这是他需要被批判的了 另外为了基础建设 后人新平他发行了公债 他把这个公债投入了四个事业 比如说纵贯铁路 从基隆到高雄过去要好几天 当他建筑完成的时候 一天就可以从基隆到高雄了 他也用这个来公债来建基隆港 然后建总督府 那他把过去清朝几乎停顿 才刚起步的 邮政 电信 航运 铁路公路这一些都加以建设和扩充了 那铁路方面我们想还有阿里山 他这个森林铁路 直到现在都还是世界三大登山铁路之一 这也是后腾新平的成就了 谈到铁路我们就想到说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他们因为是学习英国 所以走路是靠左边的 那到了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 他们是学习美国的 所以走路是靠右边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 台湾到现在所有都是右边 可是你有没有怀疑过 台湾的铁路呢 因为当时要重新改 经费太大了 所以我们唯一有靠左边的 就是我们的火车了 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谢谢各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